KIMBERLIN KIMBERLIN 你今天準備什麼歌曲 There You'll Be by Faith Hill Face Hill的歌啊 對啊 Face Hill是一個超級唱將 他能選他的歌你就知道 那這好厲害 黃偉晉 出來 黃偉晉好 好 偉晉今天帶著一個笑臉 希望你用輕鬆的心情應戰 好 Face Hill沒聽過嘛 沒聽過就不知道沒關係 就沒有壓力啦 那你選什麼歌 蔡劍牙的無底洞 無底洞 他挑戰蔡劍牙的歌 怎麼樣 小玲老師你覺得他這個選歌 小玲一聽到就 志氣高 是的 好 那這一站好看啦 好 我們看能不能有人唱出他的潛能 這個也很重要 首先就歡迎KIMBERLIN小妹妹帶來的 There You'll Be 歡迎她 十五歲的KIMBERLIN持續發威 再次以高能度歌曲踢館 肝灰小王子偉晉能否躲過他的攻擊呢 Fac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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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Cause I always saw in you My life My strength And I wanna thank you now For all the way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For all ways In my dreams I'll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y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For all my life I'll keep a part of you with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There you'll be And everywhere I am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And everywhere I am Thank you You'll be right there for me And everywhere I am 有时寂寞太陈旧 身边仿佛只习惯中 你的感受没有人懂 难得谁自够奋勇 体贴让人格外感动 感想他成红拥不到一分钟 嘿 回笑年轻的内容 有时想过有时忧愁 不过是一世脆弱让人放纵 穿梭一段有另一段感情中 爱为何总肯不满又逃不空 很快就风起云涌 忍耐的心是个无敌动 尝试亲吻 尝试拥抱或沟通 没有感觉再感知也没有用 大多数人都伤痛 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 很快就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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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tic 蔙语控碎 5 Salut 太厉害了 6 6 3 5 哇 3 4 3 有一個很奇妙的女孩子 因為聽她唱歌 你可以知道她聽很多東西 你會特別去挑戰那個男的 所以你男的所有的那個音 都非常的準確 可是有時候反而真的是在臨近的音 那個時候你比較不會注意到那種 比較容易唱的 只有這一點小小的問題 謝謝 然後黃偉靖 我覺得有的人唱歌 她技巧很好 你的技巧呢是比Kimberly差 在這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有的人技巧一路上都很好 可是呢我們一直要求她情感要加 情感要加 可是情感要加是很難的 因為你之前技巧不夠 你沒有辦法撐起你想講的話 你現在可以了 你現在可以做到 你有你的口氣 你有你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時間已經不夠了 不夠多 所以還要再快 技巧你要再加緊還要再快 但是你進步非常多 真的 謝謝老師 那馬上來看看這一組的成績 首先是Kimberly 請評審按燈 Pimberly Pimberly得到的分數是 21 21分 好 滿高的分數有兩位老師給了滿分 不好意思 請問商王綺老師是給4分嗎 4分 那因為跳過一個燈 所以應該是22分 對 對 接下來是黃偉靖 請評審按燈 黃偉靖 請評審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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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自己都不太敢唱 因為那個氣要很足 它的一句跟一句之間 換氣空間是不夠的 你選這首歌 選完後來他連唱的時候 就開始攻他的背 然後就抓他的手 我覺得他快要昏過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在這一站 我們的蕭煌琪老師 我覺得歌最重要的本身本質 就是一種 就是歌裡面的情緒跟表情 如果你沒有情緒跟表情 你有再好的技巧 我覺得都是空檯 也許你聽一些音樂也好 或是說感受一些人生 看一些書也好 我想那個都對表情 對情緒來講 會更會可以說你想要說的故事 謝謝老師 這一站雖然輸了 我覺得雖敗猶榮 我們的鋼盔王子 還是帶著鋼盔王子 趕快向前衝啊 掌聲鼓勵兩位 雖然評審對偉敬的進步 給予肯定 但賽後的他 在失敗區卻顯得心事重重 甚至突然情緒崩潰 沒有唱錯詞 因為之前就算分數跌 可是我詞沒有唱錯 我好好唱完 我就不會覺得怎樣 當我唱錯 我覺得很難 十八十九 十九 十九 分數十五 難過並不是因為輸給對手 而是無法容忍自己妄辭 原本對演唱滿懷期望的偽禁 此刻已陷入谷底